本届国会特地延长两天 就是希望提成和通过多项法案 以及官方事务 临时分秒必中 但最终却纠结于多项小事 朝野争锋相对 朝了将近半个小时 国会议长更是在一天内 发出了四道主客令 下来我们来看 今天议委厅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会下议院今早辩论 2023年金融法案时 一党本同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旺哈辛 突然指控天然资源 环境及气候变迁部长 聂纳兹米 在马来人保留地课题上撒谎 要政府重新审查 以正视听 不过西蒙议员群起反轰说 数据错误不等同于撒谎 要阿旺哈辛撤回言论 副议长刘强彦认为 欺骗字眼极具恶意 要求本同议员收回言论 但对方宁死不从 刘强彦最终下了上任后的 第一个逐客令 刘强彦要求传令官 护送阿旺哈辛离席 解决问题后想赶紧追回 议程进度 但亚楼区国会议员又起力打岔 沙西弹为驱逐离席的 阿旺哈辛喊冤 在关上麦克风之际 疑似说了一句强盗来指控政府 热漏洞区国会议员雷尔 又一句没教养 以牙还牙 议会再一次吵翻天 阿旺哈辛喊冤 刘强彦上演另类的 帽子戏法在短短三分钟内 就赶了三名朝野议员 离开议会厅 原以为副议长交班之后 议会就会按照原定的议程来进行 没想到南丽还是眼尖的发现了 勿束国会议员还没过禁逐令 就坐在了座位上 于是又要这名勿束议员再离席 泽莫哈末祖基飞里宣称 南丽上个星期告知他 禁逐议会三天 也就是今天就可以解禁 但南丽解释 所谓禁逐三天 指的是三天的会期 星期五和周末都不能算在内 紧接着 泽莫哈末祖基飞里就在传令官的监视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议会厅 按照上星期的禁逐令 这一名勿束国会议员 明天才能踏足议会厅议事 法度空间张艺柔 国会大哨报道 未经许下